女孩第一次召唤灵兽 就杀光了所有人 她能召唤出最邪恶的 看到的所有人都会变成坚硬的石头 这一切都因为悲惨的童年 她叫弗莱塔出生就被预言是诅咒之子 等召唤出巴西尔将会毁灭所有人 在黄崩里所有的人都是她如魔物 每天过着挨打吃不饱饭的日子 所有人都冷眼旁观 从未感受过这个世界的温情 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给他人带来灾火 在最绝望的时候收到了巴西尔的召唤 只要她愿意可以杀光所有人 但她也渴望温暖渴望理解 哪怕是一点点都没有人肯施舍 唯一的光亮是小时候黄女的微笑 所以最后她也没有对黄女下手 幻想着如果当时的自己被拯救了会有所不同吗 那时候会变得幸福吗 黄女眼角挂着泪水睁开双眼 看到的却是女仆的脸 自己也穿着以前的幼稚衣服 镜子里的自己也非常年轻 就连个子都比以前矮了 爸爸妈妈也都还活着 黄女迫不及待地扑进父母的怀抱 哥哥姐姐也都是原来的样子 黄女知道这不是梦她回到了六年前 也许这是为了给她一次拯救妹妹的机会 如果得到了爱她就不会觉醒 问清了侍女弗莱塔所在的地方后 两人乔装打扮来到这栋楼 照顾弗莱塔的佣人米拉夫人刚好走出房间 传言都说她是个性格古怪的人 等米拉夫人走后 黄女让侍女在外盯烧她独自进去 刚打开门就闻到刺鼻的味道 而且房间里非常的黑暗 黄女使用魔法点亮一束光 就被眼前的场景吓到了 弗莱塔竟然被铁链锁在椅子上 她非常愤怒到底是为什么要针对一个孩子 原来她的生活过得那么悲惨 竟被虐待到这种程度 难怪为了解脱才会召唤那样的怪物 前世的自己一点都不知道 片刻后黄女叫来医生给弗莱塔看病 医生诊断她有严重的营养不足 好在身上的伤都没事坚持治疗就会好的 这时米拉夫人慌张地跑来 感谢黄女救了弗莱塔 黄女看着她心里有说不出的愤怒 证据摆在面前的情况下 她还装作不知情 说锁住链条是因为弗莱塔不听话 她还很挑食不吃东西甚至不洗澡 黄女愤怒地扇了米拉夫人一巴掌 就算这样也缓解不了心中的愤怒 最后还是将她赶出了黄肠 她心疼地看着弗莱塔明明只是个孩子 即使身上背负着诅咒 可现在依然频繁需要照顾 黄女将弗莱塔带到舒适的房间睡觉 小家伙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暖和 猛然惊醒还以为自己到达了天堂 甚至床边还有美味的食物 这时床边的黄女告诉她你还没死 这里不是天堂食物也是真的 在弗莱塔的眼里 此时的黄女就像天使一样 她胆怯地询问黄女自己真的可以吃吗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还是不敢吃 只是看着她不敢相信那么好的食物是给自己的 黄女见她一直不敢吃就假装拿走 弗莱塔这才连忙阻拦 看着美食犹豫了很久 终于敢拿起勺子品尝一下 激动地大喊这也太好吃了 比以前吃的食物好吃一万倍 黄女看着她明明吃着最普通的食物 却像在吃山珍海味 那以前常吃的食物是有多差劲 连这样的都要确认好几遍是不是给自己的 看孩子没吃饱又让侍女去拿些甜点 弗莱塔很开心 还有甜点吃简直就像做梦一样 随后黄女又叫来了佣人给弗莱塔洗澡 这些佣人的嘴就像刀子一样再次伤害了弗莱塔的心 还好被赶来的黄女制止了 她让佣人全都出去 她会亲自给弗莱塔洗澡的 受到诅咒的废物妹妹 竟然决行了邪恶的力量 让整个帝国都变成石头 黄女难以想象妹妹是受到了怎样的折磨 才会把一切都寄予黑暗魔王 有机会重来一时她定要拯救妹妹 黄女赶走了多嘴的庸人 要亲自帮妹妹弗莱塔洗澡 却被妹妹背上触目惊心的伤痕吓到 这些伤口到底是什么 不仅有鞭子和指甲的痕迹 甚至整个背上没有一处完好的皮肤 弗莱塔从来没有被那么温柔的对待过 突然的温柔让她泪流满面 黄女注意到弗莱塔抖动的身躯 以为她是因为伤口的疼痛 弗莱塔却说不是只是有东西进到眼睛了 黄女察觉到妹妹的情绪 告诉她没关系 如果想哭就尽情地哭 这一刻弗莱塔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 她也还只是个几岁的孩子 洗完后黄女给弗莱塔换上小侍女的衣服 明明是同样年纪穿在她身上还是很大 弗莱塔兴奋地闻着衣服的味道 感觉自己从来没有那么像过 这时黄女突然站起来说道 晚饭和洗澡都结束了该走了 弗莱塔以为自己要回去了 小心地说着今天很开心 吃了很好吃的食物还洗得干干净净 并且鞠躬谢谢黄女的好意 黄女诧异我是说我们一起哦 你的房间已经不见了 在有新的房间之前就睡在这里吧 弗莱塔兴奋地看着又大又宽敞的房间 说着自己非常喜欢 黄女微笑地道别让弗莱塔好好休息 黄女刚走弗莱塔就兴奋地跳到床上 感受着和云朵一样柔软的大床 在床上开心地蹦跳着 楼下的侍女感慨看来弗莱塔小姐很喜欢床 黄女也很欣慰只希望她能开心 玩累了的弗莱塔躺在床上感觉像做梦一样 黄女真的很漂亮像天使一样 要是能一直和她待在一起就好了 美好的幻想突然被以前的记忆打 米拉夫人的咒骂莉莉在目 你的存在就是罪恶 你就是个只会吃饭的废物垃圾 突然恐惧和自卑席卷全身 觉得自己不配得到黄女的爱 没有资格和她在一起 第二天黄女在图书馆寻找关于黑暗力量的书 但是和侍女找了许久都没发现 可是上一世明明记得看过 书中还说只要巴歇尔苏醒世界将会迎来末世 这一世弗莱塔已经不一样了 应该不会再召唤出巴歇尔吧 最近因为弗莱塔的事情太鼓励费心 时常做噩梦课也好几天没上 于是决定去上课把弗莱塔交由侍女照顾 弗莱塔迷迷糊糊的睡醒 侍女就送来了早餐 弗莱塔看着食物两眼放光 今天睡得晚那些肚子早就咕咕叫了 黄女上完剑术课看向窗外想着孩子应该醒了 心里还是放心不下决定去看看 即使是背负诅咒的恶魔之子 也渴望受到家人的关爱 听说黄女要过来看自己 弗莱塔早早就跟着庸人在房间站好 学着大家的样子问好 黄女看到了站在墓尾的妹妹 大步朝她走去 弗莱塔崇拜地看着眼前的黄女 今天的她和之前的不同 特别的帅气 笑起来的时候也非常漂亮 还有你是我见过最最善良的人 就像从天而降的温泉 黄女听到这句话愣住了 想起前世自己最后也没救下她 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弗莱塔没想到黄女突然会生气 连忙说着对不起 黄女看着她心里很愧疚 怕自己继续待下去又会吓着她 只好找借口准备离开 可是弗莱塔一直跟在后面 直到黄女来到房间换好衣服 黄女看着弗莱塔狗狗般的表情 也哪怕没办法 自己在这里看书也不知道她会不会无聊 头疼还是第一次照顾那么小的孩子 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只希望她像普通孩子那样长大 看到弗莱塔睡着 小心地将抱着换成铺子 希望她能喜欢 晚上洗澡时想到弗莱塔身上的伤 很难想象同事黄女她却过得那么艰难 应该去帮她处理一下伤保 打开房门就看到独自躺在床上的弗莱塔 她颤抖着身躯好像在哭 黄女犹豫下还是询问到我可以进去吗 弗莱塔连忙擦干眼泪顶头 黄女走到床边连西地摸了摸她的脸 你是哭了吗 弗莱塔强忍地微笑说没有 黄女看到她这样更加心疼了 让我看看你背上的伤口吧 弗莱塔露出自己背后 黄女心疼地看着这个坚强的孩子 我给你治疗如果疼就说出来 弗莱塔感觉背上暖暖的 伤也变得不痛了 治疗好后黄女就准备离开了 弗莱塔犹豫了一下还是拉住了她的裙子 黄女也看出她有话要说 鼓励她勇敢地说出来 弗莱塔这才小声地说自己怕黑 如果害怕的话今天要一起睡吗 弗莱塔没想到黄女会提出和自己一起睡 她觉得自己很幸福 不停地嗅着黄女身上的威力 黄女身上有很好闻的香气 以前总感觉自己一个人身处在黑暗中 现在黄女在身边黑暗都照亮了 这时黄女也转过身面对弗莱塔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 往后的每一天都会充满光明的 弗莱塔我会永远保护你的 红是帝博最尊贵的黄女 姐姐赢得万千宠爱 妹妹却每天喝馊水吃烂菜 还好被重生的姐姐拯救 今天也是弗莱塔第一次去到屋外 侍女提醒她不要走太远 深处会遇到危险 弗莱塔想到黄女上完课会来找自己 很开心想要报答她的喜爱 听说四叶草能带来幸运 一定要找到四叶草送给黄女 弗莱塔翻遍了附近的草丛都没有收获 想着一定要找到没注意越跑越远 可是最终也都只有三叶草 这时生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 弗莱塔从没见过这个人 但是他长得非常帅气 男人蹲下向弗莱塔打招呼 我看你从刚才就在找这个了是不是 弗莱塔看向她的手掌果然是四叶草 男人将四叶草送给了弗莱塔 我觉得你比我更需要这个小黄女 弗莱塔抱着四叶草小心地解释自己不是黄女 但男人却不在乎自顾自地介绍自己是斯坦公国的大夫 刚好这是黄女找到了弗莱塔 怎么跑到树林深处来了我找了你好久 突然黄女看到眼前的男人好像在哪里见过 男人又朝着黄女介绍了自己 弗莱塔激动地伸出双手给黄女看四叶草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是大公给我的 大公解释自己是偶然发现的看见弗莱塔在找 黄女连忙拉过妹妹跟大公道谢 看着手上的四叶草还是蹲下告诉弗莱塔 这是大公给你的应该你拿着 我没有四叶草也可以的 这是属于弗莱塔的幸运 弗莱塔开心地抱向黄女 两人向准备离开的大公告别 大公看着身后的几人 猜测弗莱塔也许是哪个贵族的女儿 黄女也是个很有趣的人 这边黄女和弗莱塔已经在湖上游船了 弗莱塔看着自己的头发不解 为什么大公会认为我是黄女 明明我的头发和眼睛都是黑色的 黄女笑着俯上弗莱塔的脸 因为我们弗莱塔太漂亮了才会误会的 但是那么可爱又漂亮 为什么不可能是黄女 黄女看着她害羞的样子想着 虽然现在还没享受到黄女的待遇 但是我会让你被认可的 忽然黄女问到弗莱塔有没有见过陛下 小家伙的头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黄女很诧异没想到弗莱塔连父亲都没见过 女孩长到八岁都还没见过自己的爸爸 每天陪伴在身边的是恶毒的佣人 吃不饱饭穿不暖还要被打 直到被姐姐救出地狱 弗莱塔兴奋的和黄女说在画像上见过她 但现实里比画像上更漂亮 黄女听到这些心里更难过了 叹气到明天还要去画肖像画 弗莱塔心情瞬间低落下来 那明天就我一个人在家吗 不会花很长时间的我们弗莱塔一个人也可以吗 认我可以的 但是黄女还是要早点回来 第二天黄帝看着信件大发雷霆 手下害怕的解释 我们和威斯汀的婚姻是战略性的 黄帝还是很生气 比起这些我更不想失去赛上 但听到女儿进宫来画肖像画 瞬间变了脸拿起衣服就准备去找黄女 这一边黄女正坐着让画家画画 却被赶来的黄帝打断了 我们赛上真是越来越漂亮 黄女看向一旁的画师 爸爸一会画完我有话跟你说 片刻后父女俩一起来到书房 黄帝看着女儿快说吧 有什么请求 黄女有些紧张让爸爸听后不要生气 黄帝答应后她才开口 前不久我带来那孩子 她住在宫女的仓库房 被虐待得奄奄一戏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带不去 黄帝的脸黑的可怕 赛上你没必要做这些事情 黄女没想到父亲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您都从来没有和她好好的相处 她并不像传闻中的那样可怕 现在只是个普通的孩子 普莱特也是继承了爸爸的血脉 拜托您去看看她吧 黄女没想到的是 父亲竟然轻易就答应了 因为你这样拜托我 那就去见一次吧 黄女见爸爸答应了激动地抱着她 谢谢你爸爸等你见到弗莱特后 就会改变想法 黄帝表面上对于女儿的请求无奈答应 心里想的确实如何处理掉弗莱特 告别父亲后 黄女准备去藏书馆亲自挑选童话书 她想弗莱特一定会喜欢看这些的 却在去的路上看到了非常羞耻的事情 走廊的两边全是黄女从小到大的笑想话 为什么这是去藏书馆的必经之路 想到这是为弗莱特找童话书只能羞耻地走过 迟早要把这个回廊给烧了 但更羞耻的是走廊镜头赫然站着一个人 为什么大公会在这里 有一个年人的未婚夫是什么体验 黄女本想快速穿过满是自己照片的名誉走廊 却在不远处看到一个男人正在心上 黄女在后面尴尬地纠结要不要过去 就被突然回头的大公逮个正招 这下就不能假装没看见了 公爵已经率先上前打招呼了 我们又见面了黄女 大公丝毫不顾黄女回避的眼神 自顾自地说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地方 陛下和黄女的感情非常的好 但黄女却不那么认为只有你觉得有趣 还有其他好玩的这里就不要再浏览了 大公看见黄女的样子莫名有些可爱 忍不住轻笑出声 却遭到了黄女的怒视 立马解释自己没有嘲笑的意思 黄女不愿与她多交流准备先走了 却被大公询问要去哪里 得知是去藏书阁后两眼放光表示也要去 没等黄女同意就皮癫癫地跟在身后 一路上像个好奇宝宝一样问东问西 那边的那栋楼是干什么的 那旁边的那个呢有什么 黄女虽然非常的不耐烦 但还是一一解答 大公还不忘说一句给黄女添麻烦了 终于两人走到了藏书阁的门口 黄女丢下一句祝你观赏愉快就往里走去 于是大公也进去看书了 却没想到刚找到一本看中的 就被黄女盯上了那个大公 这本书是我要找的 大公便把书交给了黄女 虽然我也很喜欢这个本书 但是可以让给你 黄女听到这话忍不住笑出声 却被大公反问你是在嘲笑我吗 黄女被她的话吓了一天 随后反应过来 大公你和你高大的身躯真不一样 有一颗小气的心 还把别人的肖像话当成景点 喜欢童话书的大公先生 大公听得连连道歉 不用了我知道你不是真心的 谢谢你的仁慈黄女 随后大公告别了黄女 但今天的相处也让她铭记于心 她之所以喜欢童话书是因为 这本书是小时候姐姐讲给她听的 黄女回去后也把故事讲给了弗莱塔听 弗莱塔很伤心 觉得小王子太可怜了 这时侍女来汇报皇帝的护卫在外等候 他们进来便说皇帝邀请了弗莱塔和下午卡 黄女也没想到父亲竟然那么直接召见弗莱塔 她一定很紧张吧 就因为被预言是诅咒之子 女孩遭到父亲的厌恶 每天都喝馊水吃烂菜 黄女好不容易求皇帝见见弗莱塔 没想到却是以这样的方式 黄女看到妹妹不安的样子 提出陪着她一起去见皇帝 这才带着弗莱塔去挑衣服 但她的样子仍然坠坠不安 于是开口让她不要太过于担心 弗莱塔不解地问皇女 为什么会突然来找我 之前都没有要见我的 也许是陛下想看看我们弗莱塔是怎样的孩子 不用太过于紧张照着你的心意去做吧 我会陪着你一起都会做好的 弗莱塔看着闪闪发光的皇女这才放下心来 那我之后还能和皇女一起吗 皇女笑着回应 当然了我们弗莱塔那么可爱 收拾好后皇女便带着弗莱塔前往皇宫 皇女感受到弗莱塔有些紧张 准备蹲下来再安慰安慰小家伙 这时皇帝带着一群侍卫走来 弗莱塔紧张地攥紧一脚 在皇帝走近时还是稳稳行 皇帝有些诧异没想到他还会离法 皇女本想和弗莱塔一起去却被拒绝了 只好偷偷给弗莱塔加油 还特意跑去让父亲对弗莱塔热情一点 皇女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希望父亲能遵守约定 片刻后弗莱塔与皇帝一同坐在花园中 可是许久过去两人都没说一句话 弗莱塔对着紧张的气氛感到害怕 不小心拿着叉子掉落到地上 还好一旁的侍卫及时拿了新的过来 但没想到皇帝突然开口 别做梦了我只是受赛上的委托 我从来都没有把你当成我的孩子 今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眼前了 弗莱塔看着皇帝离去的背影放生痛苦 这边皇女看到父亲出来连忙询问情况 却得到父亲一句我该说的已经说了 皇女知道他一定说了伤害弗莱塔的话 皇女不明白爸爸为什么要这样对一个孩子 他对父亲真的非常的失望 连忙赶去庭院寻找弗莱塔 没想到父亲如此可可 哪怕是一次都不能好好地对待 那为什么又要将人留在宫中受折磨 找了许久终于看到树下哭泣的弗莱塔 看到哭泣的他心疼不已 只能先拥在怀里让他释放自己的情绪 传说是恶魔之子的废物妹妹 一次觉醒就杀光了所有人 出生以来都没见过父亲 唯一一次见面还是姐姐苦苦哀求换来的 却得到了我从没把你当孩子的冰冷话语 皇女难以想象那么小的孩子究竟承受了多少 只能默默地抱紧安慰 懂事的弗莱塔却在这时提出要回去侍女宫 她认为这次没成功辜负了黄女 黄女认真地看着他你真的想回去吗 弗莱塔看着眼前如太阳般温暖的黄女 她知道自己的内心想和黄女永远在一起 黄女抓住了弗莱塔的双手 我希望你以后也继续在我的宫里 你还小不需要去独自闯荡这个世界 小孩子就是要吃很多好吃的 在舒服的地方休息才能长得更好 无论什么情况下我都站在你这边 永远都是你的依靠 可我在一起幸福的生活你能相信我吗 弗莱塔再也忍不住拿手帕盖住脸 抽抽叶叶地说着我要跟黄女一起 一直一直都要在一起 黄女带着弗莱塔回家不知不觉就傍晚了 晚饭是黄女准备了许多好吃的 看着弗莱塔开心地吃着东西 希望她今后再也不要受苦了 无意中说了一句现在要是有葡萄酒就好了 这话给一旁的侍女吓了一跳 黄女宁现在才17岁还不能喝酒 黄女尴尬地解释刚刚说的是葡萄汁 也给弗莱塔来一杯吧 弗莱塔看着手里刚倒的葡萄汁很新奇 迫不及待拿起品尝了一口 瞬间两眼放光真是太好喝了 以前从来都没喝过 她看着满桌的美食 想到那些漂亮的裙子 还有带自己很好的人们 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黄女给她带来的礼物 弗莱塔看向黄女 心里想着这一切一定要想办法抱她 第二天一早弗莱塔跟着黄女来到马场 激动的大喊蛙真是真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真的马 黄女听说雅丽安已经等很久了 抱着她小声的酗酒 转头就看见两眼放光的弗莱塔 询问她要不要过来摸摸看 弗莱塔靠近伸出小手在马身上摸摸 感慨着真是太漂亮了 片刻后黄女带着弗莱塔在林间吃场 两人来到一处宽广的地方 刚好能看见整个黄场 弗莱塔激动的大喊那里是黄场 随即转过头去看向黄女 我也想学骑马可以吗 黄女回给她一个微笑 当然我什么都会答应她 因为一个无法被证实的预言 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就被打上邪恶的标签 即使母亲苦苦哀求 也没能让自己的孩子过上平常的生活 弗莱塔就是那个可怜的孩子 直到八岁才被黄女救出深渊 而黄女也知道了 薇薇安就是背后的煽动者 让佣人们肆意地欺负弗莱塔 现在还装作不知情地询问黄女 是不是带回去了一个孩子 黄女也对这个亲姐姐的行为感到厌恶 我听人说宫里有人以欺负孩子为爱好 如果是真的那真是无法原谅的事情 姐姐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薇薇安连忙说自己没听过那个传闻 如果我找到那个人会告诉你的 说完就慌忙找了个借口匆匆离开 转头就露出了凶狠的表情 这时刚上完课的黄子也朝黄女走来 责怪他最近都不去找自己玩了 答应一起下西洋旗的约定肯定忘记了 黄女连忙跟哥哥道谢最近有点忙 卢卡哥的捏着黄女的脸 询问是不是不爱哥哥了 随后又搓搓手说要给他打个最低分 最后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黄城 密道图送给黄女 期待地看着黄女却没得到想要的反应 毕竟前世黄女也收到了这份礼物 所以现在完全没有惊喜的感觉 只能解释已经听到了传闻 所以没有新鲜感 但没想到的是 这竟然是卢卡亲手画的 黄女想到小时候 卢卡也一直都站在自己这边 也许哥哥这次也会一样坚定 黄女想把弗莱塔介绍给哥哥 刚开门就看到已经在等待的弗莱塔 早早地就来大厅准备迎接黄女 却被他身后的人吓了一跳 那种像极了皇帝的恐惧感 黄女也意思到了弗莱塔的不对劲 回头看了眼哥哥才了然 立马就跟弗莱塔道歉 自己不该突然带客人来 但是那个人是卢卡皇子 我想向他介绍弗莱塔 所以才邀请他 很抱歉应该先询问你的意见 弗莱塔知道黄女不会伤害他了 于是黄女正式地 向哥哥介绍了两人 弗莱塔也乖巧地朝卢卡行李 卢卡见小家伙那么可爱 忍不住手捏向弗莱塔的脸 一边夸奖着弗莱塔真可爱 看着就想到了三上小的时候也是这样 卢卡果然接受了弗莱塔 甚至保证以后也都会保护两人 受到诅咒的废物妹妹 竟然决行了邪恶的力量 第一次召唤灵兽就杀死了所有人 而现在的她还只是个贴心的孩子 在黄女看书时还特意送来了毛毯 谁知刚拿到手上就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弗莱塔马上让侍女去到热茶 然后拉着黄女就走向房间 随后把她安置在了床上 黄女认为自己只是打了个喷嚏 不需要那么隆重 弗莱塔却不那么认为 不仅要如此 她还要一直待在黄女身边 因为生病的时候一个人呆着是很痛苦的 黄女很震惊这句话竟然从一个孩子口中说出 那么她不舒服时肯定是自己扛过来的 黄女放下杯子握住弗莱塔的手 谢谢你在我生病的时候陪在身边 如果弗莱塔生病了我也会陪在你身边的 但是也不能真的生病 这句话让小家伙都期待生病 弗莱塔想起梅尔说的话 感冒了睡觉时最好了 于是催促着黄女赶快睡觉 她会在旁边唱摇篮曲 黄女看着弗莱塔不禁想那么温暖的孩子 父亲是怎么忍下心抛弃的 第二天醒来黄女发现自己已经好多了 弗莱塔也还守在旁边 手里还拿着帮忙退烧的毛巾 刚准备离开让她多睡一会 就听见她梳梦中还喊着 黄女没想到还能听见弗莱塔叫姐姐 捏手捏脚的走出房间后 就看到等候在外的侍女 梅尔询问黄女是否要去参加今天的晚宴 黄女非常不想见爸爸 但是正式场合没办法 只能拜托梅尔帮忙准备 起床的小家伙坐在桌子前心事重重的样子 梅尔连忙询问弗莱塔是有什么烦恼吗 她向梅尔说了黄女临走前说的话 让她想想自己喜欢的事情 弗莱塔觉得这个作业非常的难 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梅尔笑着喂给弗莱塔一口蛋糕 询问味道如何 弗莱塔恍然我喜欢吃蛋糕 在梅尔的帮助下 弗莱塔在纸上画出了很多东西 有爱吃的蛋糕 还有和黄女一起骑的小马 可爱的猫和狗还有小兔子 画完这些弗莱塔突然发现 自己最喜欢的还是黄女 明明皇帝生了四个孩子 却对外说只有三个 小女儿刚出生就因为背负诅咒被抛弃 从小在庸人的打骂中长大 黄女匆忙地赶来黄宫 发现自己竟然是第一个到的 没一会儿大宫也迈着不子狂狂来 黄女好就不见 黄女看到大宫才想起来童话书忘记带来 这时卢卡皇子也来到大殿 一来就看到妹妹在和大宫聊天 而且两人看起来并不是第一次见面 大宫解释自己只是偶然碰到皇后两次 卢卡听后连忙把黄女拉到自己这边 赛上我有话要和你说 皇宫那么大还能碰到难道不奇怪吗 他肯定有什么企图 三人正在聊着突然被一道女生打断 卢卡哥哥你怎么能抛下我一个人走掉 不是说好了要护送我来皇宫吗 威威安的到来让大家都沉默了 他想知道大家在他来之前都在聊些什么 即使以护送为借口卢卡还是被赛上抢走了 威威安又看到了一旁的帅气大宫 同时大宫也注意到了他的眼神 心想一定不要牵扯太深 但威威安却以为大宫的注视是看上他了 大宫实实地打破了威威安的幻想 说着自己有事情想和二皇女说 想要先走一步 没想到威威安率先一步拦住了皇女的距离 说着有的没得无聊话 还把矛头指向了卢卡 今天是卢卡哥哥送我来的 如果妹妹不需要卢卡哥哥的陪同 之后就多让给我吧 这场尴尬的聊天直到皇帝皇后到来才停止 皇帝看到女儿来了还以为被原谅了 下一秒皇女就扭头走了 皇帝很不开心导致晚餐非常的沉默 皇后打破沉默让皇帝尝上今天的羊排 卢卡看父亲不开心也提议大家一起去打猎比赛 皇帝提议让大宫也参加 听说你被称为战场上的怪物 大宫谦虚地说自己并没有传言的那么厉害 于是三人约定凌晨在狩猎场集合 威威安插话想要去参观 皇帝也顺势询问赛上要不要去 却遭到了拒绝 皇后为了缓解气氛转移了话题 夸奖大宫看起来非常的稳重 希望他能和皇族更亲近一些 皇后心想大宫和威威安可以配对 大宫也同意皇后的想法 两个国家的交往一直很密切 希望今后也能如此 明明同是帝国最尊贵的皇女 为什么父亲始终不承认小女儿的身份 就连提起都遭到皇帝的愤怒 大宫在回答完皇后的提议后提出一个问题 难道皇族不是有四的孩子 应该有三个皇女或者两个皇子 为何这里只有三个人 对着一声玻璃破碎的声音 在场的人都露出了恐惧的神色 就连皇女都没想到 大宫为何会问出这种问题 皇帝愤怒又坚定地看着大宫 我们兰托斯家族只有三个孩子 随后皇后立刻叫庸人来换餐具 大宫也意识到了气氛的沉闷 说着道歉的话都是自己破坏了气氛 卢卡也适时地转移话题到明天的打猎上 皇女依然不解地看着大宫 难道她知道关于弗莱塔的事情 晚餐结束后皇女赶在大宫走之前叫住了她 可以给我一点时间吗 大宫以为皇女有什么事情要交代 是关于童话书的去我马车说吧 此时的大宫却突然睿智了起来 可是饭前皇女说书放在宫里了 皇女心想这人怎么那么傻 书肯定不是真正的目的啊 但为了掩人耳目表面上只能说我记错了 就这样两人一同上到了马车 沉默了很久皇女都不知道怎么开口 这时大宫率先打破 皇女说谎了我想知道你有什么事情 皇女这才开口 在此之前你说的皇族四的孩子 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 大宫听到这个突然变得异常激动 你知道关于她的事情吗 那对我非常重要 在皇女的要求下大宫犹豫片刻 最后在答应不能说出去后才娓娓道来 晚上皇女一回到家就看到迎面跑来的弗莱塔 我今天很认真的完成了皇女布置的作业 皇女惊喜地捧住她的小脸 我非常好奇想要快点知道了 弗莱塔拿出下午画的画递给皇女 因为我还不会写字只能先画画 皇女一张一张地看过去 原来我们弗莱塔喜欢零食和可爱的动物呀 那不如我们来养小动物吧 小家伙激动地开始幻想要养哪些小动物 皇女提议我们开始只养一只怎么样 养太多的话很难平均去爱 这句话让弗莱塔伤感起来 陛下也是因为有很多人 所以没有时间照顾我吗 童年的伤害对孩子会有多大的阴影 无论是多小的事情都会联想到自己 皇女把弗莱塔拥向怀里 这不是你的措施陛下没有资格 你不必为她找借口坏的不是你 而是陛下 但是没关系弗莱塔还有我呀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弗莱塔突然脸红低下头 小声地说看后面 皇女疑惑地翻阅到最后一张 弗莱塔在一边解释 美味的零食和可爱的动物都很好 比起这些我最喜欢的还是皇女 皇女感动地抱向弗莱塔 谢谢你弗莱塔 我很高兴你喜欢我 皇女想起大公的要求 询问弗莱塔的意见 大公说明天想跟弗莱塔见面可以吗 弗莱塔有些疑惑 大公为什么要找我 可能是想和弗莱塔一起玩吧 我也会一起去的 如果还是觉得不方便的话 可以拒绝 弗莱塔去说只要和皇女一起 我就很开心 晚上睡觉时 弗莱塔一直看着皇女 雪白的额头弯弯曲曲的金发 皇女真的是出现在童话故事里的 忽然眉毛紧皱很忧愁的样子 我很担心 皇女那么漂亮 要是被大公迷住了怎么办 第二天一大早皇城猎场 大家站在传送门前面 卢卡感慨很久都没来北边的森林了 这使用人来汇报 薇薇安身体不好过来了 皇帝心里并不关心 反正也没有太大的期待 皇家的血脉到青春期都会有光的力量 每个人都可以召唤一个魔兽 卢卡是雄鹰 而薇薇安是蜥蜴 但与皇族来说这些远远不够 只有塞上皇女在出生时就被预言 将会召唤史上最强大的光之魔物 属下询问皇帝要去几集森林狩猎 卢卡看向爸爸我前不久 才好不容易成功的五级 大公是第一次当猎魔人 是不是要体谅一下 皇帝看向大公你怎么看 大公无所谓的回答 于是皇帝开口那就去二级吧 卢卡有些担忧 二级的话已经相当于最强的了 但皇帝却想看看 大公是不是真的有实力 刚进去森林卢卡就遭到了魔物的威胁 召唤出魔兽却没能伤害他分毫 最后被逼到了绝境之处 在关键时刻被突然出现的大公就想 面对众多二级魔物大公淡定的击杀 这利落的操作把皇帝都看待了 大公看见皇帝后装作很累的样子 表示自己的体力已经用完了 一直在身边的卢卡看出了大公在撒谎 他刚当的样子一点疲惫都没有 弗莱塔的身世终于要揭开了 大公在狩猎结束告别了卢卡 回去后就交代下属找小动物 下属疑获得看着手里的礼物 不知道是要给谁的 难道殿下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有了心意的人 原来皇女下午送来了邀请函 刻意交代了这件事情 穿戴好后坐上马车前往皇女宫 马车上想起来上次和皇女说的事情 在皇女发誓不会说出去后把一切都坦白了 大公还很小的时候述出的姐姐莉阿娜 作为政治联姻的工具驾到了皇室 但是没过几年就传来了姐姐去世的消息 大家都三尖七口地隐瞒了原因 大公也是在长大之后才知道真正的原因 完全没有孩子的消息 皇女告诉了她弗莱塔就是那个孩子 两人达成了合作要一起拯救弗莱塔 另一边弗莱塔听说大公要来在窗户上手 皇女以为弗莱塔是在担心 谁知弗莱塔连连摇头不是的不是 我只是有点担心 皇女微笑地看着弗莱塔就像只受惊吓的小狗 安抚地摸上弗莱塔的头不用担心 我会和你一起的 这时突然有人敲响了房门 是大公到了 大公刚进来就感谢弗莱塔的邀请 但是弗莱塔躲在皇女身后满脸空 皇女解释她见陌生人还是比较难 大公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礼盒 弗莱塔女士作为感谢你原因收下我的礼物吗 小家伙脸红红地站出来 那个我不是夫人以后请教我弗莱塔 然后上前小心翼翼地接过礼物 在梅尔的帮助下打开 发现里面是一个精致的雕刻小马 弗莱塔非常激动 这个和皇女的马好像 谢谢您的礼物很漂亮 我很喜欢 大公却说别高兴得太早了 还有别的礼物吗 我将它放在了庭院中和之前的礼物一样 都是用蝴蝶结丝带扎起来的 弗莱塔信心十足我一定会找到的 经过几分钟的翻找后 弗莱塔看到了小亭子里的礼物 打开丝带一只小兔子跳了出来 随后皇女和大公也走了过来 弗莱塔知道自己喜欢兔子的事情 肯定是皇女说的 我真的很喜欢兔子 但是大公你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 从小就被虐待的废物妹妹 没想过除了皇女 还有人会对她那么好 当大公展露出对她的喜爱后 弗莱塔的第一反应就是疑问 大公有点犹豫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这时皇女站了出来 其实大公有个和弗莱塔一样大的侄女 所以才会更加的亲近 大公这才想起弗莱塔明明和姐姐那么像 为什么自己没有马上认出来 弗莱塔眨巴着大眼睛 我和您侄女真的那么像吗 那我偶尔可以去找你玩吗 当然可以 我很乐意 玩笑间大公发现皇女和弗莱塔 穿的是同款礼服 皇女不满地看着大公 我都嘱咐你要穿亮色来还是黑的 弗莱塔看着两人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两位是什么时候变得那么熟了 看来姐姐很快就要被抢走了 晚上玩了一天的皇女刚回到房间 门外就传来了敲门声 打开门后发现是父亲的手掌 皇女这是陛下的口语 随后她开始了表演 这是为了皇女生日而准备的礼律墓录 她说只要墓录上有的都会贬 无论是黄金装饰的房子 还是红宝石钻石都可以 皇女本来准备一个都不要了 但突然改变了主意 告诉她清单上的这些我全部都要 不是说我想要什么都会给的吗 那我就要这清单上的全部 另外还想要海边的安吉林岛 这个地方夏天去旅行很好 皇宫内皇帝看着清单 赛上真是那么说的 属下也很疑惑 塞上皇女并不像喜欢这些的人 不过令他们没想到的是皇帝竟然答应 下属还想阻拦这些东西太珍贵了 却被皇帝的眼神吓得不敢再说 皇帝以为女儿一定是为了让她放心 才收下清单上的这些礼物 在台下的两个打工人不禁感慨 这国家怕是要亡啊 另一边皇女十分的忧愁 她感觉弗莱塔最近在堵着她 明明很喜欢喝下午茶的 但是这几天都没来 该不会是青春期到了 还是说有什么苦恼吗 皇女忐忑地敲响弗莱塔的房门 弗莱塔开门看到是皇女 顿时眼珠房门很慌张的样子 弗莱塔你最近有什么烦恼吗 弗莱塔解释自己是在房间和小扑子吧 皇女这才放下心来 告诉她自己要去卢卡那里堂 今天就由阿莎来照顾你 弗莱塔乖巧地答应 随意打骂弗莱塔告别了皇女后 立刻就和阿莎搭起了话 原来两人并不是第一次见面了 早在几天前弗莱塔就找到庸人 用自己的宝石扭扣和他们换一块 一开始大家都非常害怕 但渐渐地发现弗莱塔只是个 想给皇女做礼物的平凡孩子 并不是像传闻那样是被诅咒的 所以阿莎听说要照顾弗莱塔 就立刻说自己要过来了 今天也要去大宫的宫里 并且要小心不被皇女发现 两人像平时那样走在路上 就听见了侍女的嘲笑 你也太可怜了把这种脏东西 像主子一样释放 阿莎将弗莱塔护在身后对着他们 你们还是走自己的路吧 我们只是关心你不必那么傲慢 既然你不听就让开吧 我们有话要跟弗莱塔说 弗莱塔害怕地抱住自己 她很怕很怕自己又回到那个地域 每天都挨打还没有饭吃 这边皇女来找卢卡 想让她邀请弗莱塔参加宴会 如果自己邀请的话 皇帝一定会反对的 两人闲逛时突然看到了弗莱塔 阿莎还在聚力力争地保护弗莱塔 但这几个侍女丝毫不在乎 你认为我会怕一个不在这里的人吗 皇女看到弗莱塔被欺负愤怒地站出来阻止 你们最好好好的说明一下自己在干嘛 几个庸人见皇女来了立刻逼头认可 卢卡皇子也没想到宫里还有这种侍女 带头的庸人还在说自己只是不想被诅咒的东西 给皇宫造成伤害 你在说什么话弗莱塔可是我保护的孩子 皇女走向弗莱塔 所以侮辱这个孩子就是在侮辱我 卢卡也在后面附和说的对 庸人们这才慌乱起来连连向皇女道歉 你们该道歉的人应该不是我吧 几人这才不情愿地朝弗莱塔道歉 弗莱塔咬着唇不知如何是好 卢卡看出她的为难 没关系弗莱塔即使不回答也没关系 告诉你们的侍女长 消减工资并做停止主分 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我会追究你们的罪行 说完后侍女慌张地逃走 皇女这才蹲下和弗莱塔道歉 对不起我迟到了让你害怕了 我来了现在没事了 小家伙有了依靠这才放声大哭起来 一直都受侍女欺负的孩子 即使带回豪华府邸 也还是脆弱敏感 遇到以前欺负自己的人还是很害怕 还好皇女及时出现阻止 弗莱塔这才敢发泄自己的情绪 许久过后小家伙哭得眼睛红肿 皇女疑惑地询问弗莱塔这是要去哪里 弗莱塔与阿莎对视一眼 解释自己是要去找大公的路上 听说她有个侄女和我一样大 所以想去找大公先生聊聊 心想关于玩偶的事情一定要保守秘密 皇女温柔地摸了摸弗莱塔的头 大公看起来很孤独 请弗莱塔和她成为朋友吧 这些话给一旁的卢卡听懵了 大公什么时候有侄女了 但是这不重要 她突然打断正在说话的两人 弗莱塔我也和大公一样孤独 那以后能和赛上来我宫里玩吗 皇女不禁吐槽哥哥这波操作也太明显了 卢卡很委屈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外了 弗莱塔看着争吵的两人 感觉现在的皇女很不一样 她跟皇子说话时从言语中都感受到爱意 准备和阿莎悄悄地离开 皇女发现了朝弗莱塔走来 以后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情一定要告诉我 不用在意他们说的话 不管怎样你永远都是我的妹妹 如果弗莱塔愿意叫我姐姐 那我也一直都是你的姐姐 弗莱塔感动得泪流满面 充满爱意的说话不止针对皇子 皇女对我也是这样的 不管别人怎么说皇女都是我的姐姐 皇女突然把弗莱塔举起 那以后都叫我姐姐好不好 弗莱塔被这句话害羞得手足无措 这时大公从远处走来 已经过了约定时间一小时了 我来看看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弗莱塔让大公先等等她 随后快步地跑向卢卡 谢谢你帮我卢卡皇子你和皇女一样帅气 然后才朝着大家告别 刚到大公住处阿莎就信心满满 离皇女的生日没有多少时间了 今天就来完成皇女的玩偶 把塞棉花的洞缝起来 如果有不会的地方就来问我 弗莱塔崇拜地看着阿莎 在她的指导下弗莱塔认真的缝着兔子 大公闲聊地询问弗莱塔来的路上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眼睛肿了像是哭了一样 弗莱塔没想到大公看出来 想想刚才确实非常的害怕 害怕被他们抓回去挨打 大公突然激动起来 你当当说了什么 人人都厌恶的帝国三皇女 竟重生成团宠 不仅拥有了哥哥姐姐的爱 还找到了自己的舅舅 大公运用毒心术知道了弗莱塔的遭遇 没想到她过得比想象中的还差 大公心疼地想要把弗莱塔带回去 询问她做完玩偶后还有什么打算 弗莱塔坦白自己从来没想过 大公提议可以去远行看看其他国家的面貌 弗莱塔对这个提议有点心动 如果和大公姐姐还有阿莎一起去玩 那肯定会非常愉快 但却听到大公说只有你和我去 那边不会有欺负你的人 也不会像今天一样活 弗莱塔接过饼干后坚定地拒绝 刚刚虽然很可怕 但是姐姐来了 皇子和阿莎也站在我这边 所以我一点都不害怕 和大家在一起食材最幸福 大公也明白了弗莱塔的选择 随着剪断最后一根线 小兔子玩偶终于做好了 阿莎接过连连夸赞做得真好 弗莱塔非常开心 希望姐姐会喜欢 晚上皇女拉上窗帘后 看着熟睡的弗莱塔嘴里 说着不能再吃了 她伸手摸向弗莱塔 虽然这次只有邀请函 但是总有一天 会堂堂正正地成为一家人 在那之前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很快就到了皇女的生辰宴 一大早就有侍从 来通知弗莱塔参加寿宴 刚睡醒的弗莱塔一脸猛 真的吗 是要我也去吗 是的 这是卢卡皇子送来的邀请函 确认后侍从一溜烟地走 弗莱塔还处在震惊当中 她知道这件事 肯定是皇女安排的 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让阿沙等等 抱起小兔快速地往外跑 本以为去不了的 没想到还能参加 一定要去对姐姐表示感谢 然后将小兔子玩偶 当作生日礼物送给她 可刚推一点门 就看到皇女和皇后在一起 皇后也一大早 就来给女儿送礼物 将自己结婚前 最珍惜的珍珠耳环 送给皇女 弗莱塔看到 闪闪发光的耳环 瞬间觉得自己的兔子 非常的拿不出手 可她却先一步打开了门 还好梅尔赶来就场 我是来接皇女去准备宴会的 皇女这才松了口气 要是被母亲看到弗莱塔就糟糕了 另一边弗莱塔一脸沮丧地躺回床上 阿沙担忧地看着她不知道怎么了 为了给姐姐准备生日礼物 女孩几天几夜都没合眼 却在看见别人礼物如此闪亮时 怕姐姐嫌弃她的礼物寒酸 阿沙知道后连忙给弗莱塔打击 不用担心皇女一定会喜欢的 现在我们先准备衣服 再帅气地给皇女礼物 弗莱塔感动地看向阿沙 我一定会努力试衣服的 然而三个小时后 弗莱塔已经麻木 这才终于选出一件满意的礼服 这时皇女过来建议头发 扎成两个小便吧 肯定会很可爱的 很快阿沙就帮弗莱塔扎好了小便 我们弗莱塔真是太可爱 两人谈笑间卢卡敲响了房门 我有打扰你们姐妹聊天吗 大公也在看到皇女的一瞬间就了红了 皇女无奈地看着两人 哥哥来就算了 我不记得叫过大公先生 卢卡在一旁帮忙解释 是我邀请他来护送弗莱塔的 是吧大公先生 大公这才反应过来连忙回答式的 皇女担忧地看向弗莱塔 那这样路上就没法和我一起了可以吗 弗莱塔开心地回答没事的我可以 就这样两人都有歧视护送 而另一边的薇薇安就不太高兴了 在庸人的汇报下 他得知了邀请函的事 很快就猜测到那封邀请函肯定是弗莱塔的 庸人说到那孩子不仅受到二皇女的保护 就连皇子都站在他那边 薇薇安眼神变得凶狠起来 难道比起我你更害怕他们吗 相信你还是我的人对吧 这件事我不会让你亲自去做 查到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好 别担心交给我负责 你只需要听令与我就行 刚到大殿弗莱塔就激动得大喊 太厉害了吧到处都闪闪发光 皇女将弗莱塔拜托给大公就朝台上走去 很多第一次参加宴会的人看到皇女 都不禁感慨真是太漂亮 难怪陛下那么疼爱二皇女 薇薇安也不合时宜地拦住去了 卢卡哥哥你怎么才来 又这是谁啊没想到赛上也在啊 你们两个怎么也不叫上我 皇女一眼就看到了身后的佣人 就是上次欺负弗莱塔被处罚的 薇薇安注意到了叹了口气 赛上我听说我的侍女做了无理的事情 但是停止处罚没有那么严重 她会反省的 比起这个我今天给你准备了的小礼物 这可是我苦思冥想的你一定会满意的 皇女听到这话心叫不妙 前世薇薇安从来没送过什么正常礼物 不是尺寸不合适的衣服 就是刻有薇薇安名字的血 她到底要干什么 没有人在乎的诅咒之子 却被重生的姐姐宠上了天 甚至特意拜托哥哥送来了邀请函 弗莱塔兴奋地看着大殿 感觉每个地方都闪闪发光 弗莱塔指着远处高台上的皇女 姐姐今天也非常的帅气 大公陪弗莱塔看了一会仪式后 就被前来的副官提醒时间到了 大公只好无奈地和弗莱塔解释 作为斯拉坎的使臣我也要去送礼物 随后让自己的副官帮忙照顾 虽然她长得不是很可靠 但是不会随意对待弗莱塔的 在我回来之前就让她陪你 弗莱塔心里有些不想大公离开 表面上却是乖巧的答应 另一边皇女看着一个个县里的使臣 即使不喜欢也只能虚伪地夸奖 无论是什么礼物 都是在炫耀自己的名誉和地位而已 统统都是为了讨好皇帝的手段 只想快点结束好去看弗莱塔 却听见下一个是斯拉坎博 下一秒就看到大公上前行李 皇女很震惊 她不是应该陪在弗莱塔身边吗 为什么亲自来送你了 却看到大公带来的礼物是那本童话书 不过现在也不是感动的时候 她应该快点回到弗莱塔的身边 这时大公也听到了有人要害弗莱塔的心声 慌张地往回看去 但此时的弗莱塔并不知道已经被人盯上 一个女孩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我可以坐在你的旁边吗 在吵闹的宴会中没有人注意到那边 大家的关注点都在贝涅公爵和她的 刚刚学院毕业的孔子也来参加了这次宴会 敏锐的她在路过时发现了一边的弗莱塔 以为是哪个遥远国家跟来玩的 同样也注意到了形色慌张的女孩 弗莱塔让她坐在自己的旁边 女孩一来就连环询问弗莱塔各种问题 给很少见陌生人的弗莱塔都问晕了 不知道如何回答女孩的问题 这时副官出来解围 弗莱塔小姐是被邀请斯拉坎大公一起参加宴会的 弗莱塔也顺势回答是的 不过大公现在暂时离开了 女孩有些犹豫了 因为之前没听说和大公也有关系 弗莱塔也注意到了女孩手里的甜点 这是马卡龙你很可爱都给你吃 弗莱塔以为女孩是有好的风向 正准备吃时被前来的孔子阻拢了 这个不能吃 陌生人给的东西千万不要乱吃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面对女孩的善意公事 弗莱塔丝毫没有防备就准备吃下 还好敏锐的孔子及时阻止 这个甜点今天的宴会上根本没有 女孩还想反驳 却被孔子询问是哪个家族的 他只知道那个侍女让他给弗莱塔吃 并没有说被发现了该怎么办 慌张之下说自己是坎迪斯家的女儿 却没想到这个家族今天根本没来 女孩呆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黄女也担忧地看着前方 看到人群中跑出的弗莱塔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女孩面对孔子的咄咄逼问 终于不堪重负跪下道歉 大公也赶到现场将弗莱塔护在身前 他刚过来就读取了女孩的心声 发现他也是受人指使的 但是却没读取到对方的名字和长相 这时孔子礼貌地朝两人走了 请问你是这位小姐的监护人吗 有个身份不明的人接近小姐造成了骚动 这个是他准备喂的东西 大公本想亲自审问那个女孩 却遭到了拒绝 因为黄世宴会发生的事情 会由骑士团带走审问 大人在交谈时 弗莱塔一个人站着不知所谓 他本以为能和那个女孩成为朋友 却差点受到伤害 大公见弗莱塔情绪低落一把将她抱起 对不起我应该保护你不受伤害 为了表示歉意下次喝茶时会准备好吃的甜品 黄女听见动静也慌忙跑来 紧张地抱着弗莱塔的脸看来看去 还好吗有没有受伤 大公将刚刚发生的事情都告诉黄女 没想到弗莱塔差点就吃了带有安眠药的甜品 虽然没有吃掉马卡罗 但敢在那么多人的地方动手 黄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威威安 而幕后黑手威威安正为陷害失败大发雷霆 这点小事都干不好 总是在我眼前乱晃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舞会渐渐到了晚上 卢卡叹气正式行程结束赛上就走了 下午看她的表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她看到了不远处熟悉的身影 这边事情结束 大公就准备带弗莱塔先回去 可弗莱塔却想再和姐姐多待一会 得知后面的行程还有五回双眼放光 那姐姐会和大公跳舞吗 黄女如实相告今天并不打算跳舞的 却看到弗莱塔突然黯淡的眼神 以为是小家伙没见过也想去玩 这时弗莱塔撅着小嘴小声地说 我只是想看姐姐跳舞 黄女顿时被这可爱的射线杀到 这让人怎么忍心拒绝啊 面对妹妹的可爱攻击 黄女想拒绝都难 刚好这时卢卡带着孔子走来 黄女想将弗莱塔和大公介绍给她认识 没想到几人因为刚才的事情已经认识了 黄女没想到是孔子就吓了弗莱塔 孔子顺势邀请黄女一起跳一支舞 黄女本不想答应奈何弗莱塔的目光太过于耀眼 为了妹妹黄女只能无奈接受邀请 随着音乐响起两人跳起来 台下的观众除了弗莱塔没有人是高兴的 有所不同 如果一起跳舞的话黄女会很为难的 跳完舞的黄女回来刚好听到了 我为什么会感到为难呢 看来大公也会有做不到的事情 我今天心情很好就特别教你一次 见大公迟迟不握上手 黄女直接握过去快走吧 不然音乐就结束了 大公红着脸被拉到舞池中间 黄女将大公的手放到自己的腰间 教她该如何跳交际舞 弗莱塔在下面崇拜地看着黄女 一边感慨姐姐也太美了 完全不顾一旁卢卡的抗议 孔子看着台上跳舞的两人 询问卢卡他们是什么关系 他们没关系 卢卡解释大公只是因为 两国条约的事情暂住在这里 他们不可能有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随即就看到大公突然和妹妹凑得那么紧 卢卡立刻黑着脸大骂大公 黄女也意识到两人似乎靠得太近 只能尴尬地别过脸去教她下一步动作 看着大公跳舞的样子 确实是第一次跳的样子 比起跳舞还是见更适合她 大公突然严肃地看着黄女 我有件事情想和你说 在这里住的那么久 意识到了两国的不同 所以我想带弗莱塔回斯拉坎 黄女很震惊为何大公会突然提议 但是这件事黄帝是绝对不会允许 而且也没有理由将弗莱塔带走 大公知道在这里 弗莱塔是永远不会被承认的 今天这样的事情也可能再次发生 黄女很难过 大公说的这些现在都是事实 一直到晚上都心事重重的样子 心里一直想着下午大公说的话 直到弗莱塔担忧地把她叫醒 为了和姐姐在一起 女孩即使受委屈了也没关系 黄女询问弗莱塔今天是否开心 弗莱塔激动地数着今天的事情 食物非常好吃 宴会厅也很漂亮 完全忘却了差点被下毒的事情 当然和姐姐在一起在哪里都很开心 黄女也没想到在弗莱塔心中 占据那么重要的位置 随即弗莱塔坚定地看着黄女 姐姐对我来说是第一名 黄女笑着摸摸她的头 姐姐也第一喜欢弗莱塔 看到现在的弗莱塔黄女不禁有些伤感 上一世的弗莱塔该有多么痛苦和孤独 很遗憾没能成为家人 希望这一世能帮助弗莱塔成为皇室的意愿 一家人能堂堂正正地站在一起 收回思绪黄女准备离开房间 却被弗莱塔叫住 其实我还有个礼物想给姐姐 但是她不是很好也不是很有目 弗莱塔还想说却被黄女打断 只要是弗莱塔送的 不管是什么我都会高兴 我很好奇我们弗莱塔做了什么 弗莱塔害羞地将兔子递给黄女 这是给赛上姐姐的玩偶 之前姐姐送我的玩偶太漂亮了 我想她如果也有家人就好了 只有一只兔子看起来会很哭 说完抬头却被吓了一条 她没想到姐姐竟然哭了 连忙手足无措地道歉 黄女也赶紧让弗莱塔别担心 我只是因为太高兴了 这是我迄今为止收到最好的礼物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 次日黄女服 黄女刚打开门就看见一只黑色兔子 和同样穿着黑色的大公 弗莱塔激动地打招呼 你也是来送姐姐娃娃的吗 黄女无奈只好请她进来 但两人之间的气氛却十分怪你 弗莱塔和阿莎在一旁小声地交谈 好像昨天跳舞之后就变成这样了 难道在跳舞的时候吵架 阿莎听说两人跳舞后 连忙带着弗莱塔回避 黄女这才开口说话 大公应该不只是为了这个事情来的吧 其实我是来为昨天的事情道歉的 我当时不应该让弗莱塔一个人呆在宴会厅 亲眼看到她受到伤害意识情急才提出的 黄女也表明了自己不想弗莱塔离开 以前就答应过会成为家人的 大公也讲述了当初问过弗莱塔的意见 但是被拒绝了 所以她希望黄女能够强大起来保护自己的家人 在那之前我都会成为黄女的力量 黄女也发誓会竭尽所能保护弗莱塔 也还是被皇室厌弃的诅咒公主 姐姐非但不害怕还将她宠城堡 但随着弗莱塔的日益增长 隐藏的黑暗力量也渐渐觉醒 黄女看到弗莱塔手上的标记瞬间脸色大变 与光的标志不同 弗莱塔的印记是黑色的三角 看到姐姐的表情弗莱塔也有些担忧 这个是不好的标志吗 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出现了 有时候在早上有时候晚上也会出现 还会做一些奇怪的梦 黑暗中好像有人在一直呼唤我 黄女听后也有些害怕 她知道这是觉醒前的征兆 这比之前的时间还要早很多 黄女心想也许神殿能净化黑暗的力量 于是决定带着弗莱塔前往神殿 因此两人还特意乔装打扮了一番 第一次出皇城的弗莱塔对外面都很惊喜 两眼放波哪里都想去 黄女也借着此次机会带她到处游玩 突然大家都对着远处的灯塔开始祈祷 弗莱塔很疑惑 听到姐姐要带她去瞬间两眼放光 黄女此次出行的目的也是带弗莱塔去神殿 主神所在的神殿具有治愈与净化的魔法 也许那里能找到净化弗莱塔的方法 此时的神殿内 祭司也感知到了今天的来访者 两人刚到就派出人在外迎接 跟随使者走进殿内 里面飞舞着许多发光的蝴蝶 祭司站在走廊的镜头问好 我是神的仆人阿克 弗莱塔很惊讶他们都乔装打扮 还被祭司认出了身份 黄女提出要单独与祭司聊聊 没想到开口就到破了现在的状况 弗莱塔身上黑暗的力量在增强 并且你要做的事情极其的苦难 神为了世界的秩序已经做出了判断 黄女想到上一世到最后都在渴望温暖的弗莱塔 还是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不能因为害怕就放弃 这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 并请求祭司帮弗莱塔进化 祭司拉过弗莱塔的手 听说你会做噩梦 从现在开始我会给你释放一个净化魔法 如果有不舒服要及时告诉我 弗莱塔闭着眼睛乖巧地答应 很快便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了 她小心地睁开眼睛 看到的却是另一个自己 她惊恐地看向周围却是一片黑暗 突然影子笑了起来 看来你不记得我吗 好不容易过上幸福生活的女孩 又要被曾经的自己拉入深渊 弗莱塔看着眼前的影子不知所措 你刚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影子却不回答只叫弗莱塔跟上 周围的气氛让弗莱塔非常害怕 影子转身拉住了她的手 让我们去开始的地方吧 影子边走边说 你还记得吗 因为你偷吃了微微安的饼干 而受到惩罚 是你们经常给你泼脏水 在后面窃窃私欲靠近你会受到诅咒 这些事情你都还记得吗 此时的弗莱塔已经泪流满面 因为这些都是她曾经经历过的 随后周围的影子都围了上来 活着很累吧 不要再出去了 就在弗莱塔快要沦陷时 一直蝴蝶飞了进来 弗莱塔听见了黄女的呼唤 她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 还有黄女陪在她身边 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我还有姐姐 我现在已经不再痛苦了 还有大公梅尔和阿莎 很多人都照顾我 弗莱塔的话让影子更加疯狂 只要我在你体内里 这辈子都摆脱不了这个诅咒 外面的黄女看到弗莱塔 痛苦的样子想上前去 却被大祭司拦下 下一秒 弗莱塔的黑暗力量彻底放发 黄女不顾大祭司的祖拦 上前抱住了弗莱塔 对不起没想到你那么辛苦 说话间黄女手上的印记显现 如果痛苦我们就一起承受 即使被黑暗吞噬也没关系 弗莱塔感受到了身边的黑暗被驱散 她知道姐姐就在身边 影子也开始歇斯底里的大喊 不要因为这些虚伪的甜言蜜语就离开 只有我们才会永远站在你身边 在黄女的驱散下 弗莱塔渐渐醒来 看见姐姐慌张的模样 连忙说自己没事 一旁的大祭司也连忙道歉 对不起我没能阻止事情的发展 没想到弗莱塔的伤口比想象的还大 黄女担忧地询问弗莱塔还能进化吗 刚才的尝试虽然失败了 但如果是黄女或许会有所不同 光也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 也许能抹去黑暗的人不是我而是黄女 刚才的黑暗也是在黄女靠近食材消失的 随后祭司将进化魔法交给了黄女 两人刚出神殿就看到了在与人争吵的梅尔 只因生下就背负黑暗的诅咒 并被囚禁虐待八年 就连神殿都放弃拯救 只有姐姐不离不弃将她从黑暗中拉回 两人刚出神殿就看见梅尔在与大公争吵 黄女你还好吗 大公看见两人出来立刻焦急地询问 弗莱塔的脸色很差 黄女便让梅尔先带弗莱塔去马车 她有事要和大公谈谈 黄女好奇他们怎么会在这里 大公解释了来这里是受到卢卡的嘱托 黄女也坦白了来神殿的原因是为了寻找进化魔法 就是因为那个孩子才那么痛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 大公也知道我们埃兰托斯拥有光的力量 但是弗莱塔并没有继承这个能力 不光是没有光甚至身上有黑暗的力量 听到这个大公也有些诧异 是传说中出现的力量吗 所以弗莱塔才会被净化魔法所影响 黄女继续说我们皇室一生 只有一次和召唤兽节气 弗莱塔也会在那时召唤黑暗召唤上 大公看着黄女害怕的样子像是经历过一样 我知道黄女的担心 但是未来的事情我们无从得知 黄女甩开了大公的手 你不知道这是与生俱来的力量 这对弗莱塔来说也是不能控制的 大公这个事情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 黑暗的力量是毁灭性的 我们都难以承受 如果我们无法阻止不止埃兰托斯 整个帝国都将毁灭 晚上回到住处 照神殿的方法 在睡前给弗莱塔是净化魔法 不知道下午和大公说的他能不能接受 毕竟这种事不是重生归来谁也不信 思考间弗莱塔突然打了个哈欠 见他好多了黄女也很欣慰 到了晚安后走出房门 就看到了父亲的侍从 皇帝陛下想见皇女一面 刚到地方就听见里面争吵的声音 这声音似乎是薇薇安的 果然下一秒薇薇安就从房里走出 随后恶狠狠地走了 而刚刚还杀伐果断的皇帝 瞬间变得和蔼可亲 这些是上次答应送你的生日礼物 你知道的你哥哥缺乏野心 薇薇安无论什么都得不到满足 我可以信赖的孩子只有你 皇女想着趁着这个机会了解巴西尔 便借着了解召唤兽的由头 询问有没有更多的古籍 甚至还说出了想成为和爸爸一样强的话 皇帝瞬间被击住 直接施展魔法召唤出了一扇门 这是历代皇帝才能出入秘密书库的门 可当皇女睡着时一个黑衣人出现了 从小被虐待的妹妹 定然觉醒了黑暗的力量 把所有人都变成石头 原本要青春期才会觉醒的力量 竟然八岁就显露出觉醒的迹象 在皇女一天天的进化下 黑暗的印记也消失不见了 几天的担心也总算是有成效 弗莱塔看着姐姐憔悴的样子很担心 梅尔也不忘在一旁补充 皇女天天看书都看到很晚 让她早点休息也不注意 昨天从皇宫出来后 一直在查询是否有可用的情报 弗莱塔担忧地看着姐姐 是有什么事情烦恼吗 皇女连忙安慰让她不用担心 只是今天还有事情要确认不能陪她玩了 弗莱塔连忙表示自己可以和阿莎一起 皇女确实坏 我们弗莱塔那么乖看来以后都不用姐姐陪了 刚刚还开心的弗莱塔立刻哭唧唧 我只是觉得姐姐今天太累了 我只能忍耐一天没有姐姐在身边 几人开心地玩闹着 梅尔也分享了今天的听闻 孔子最近也加入了骑士团 皇女也很欣慰 对于卢卡来说孔子是一个很好的对手 此时窗外突然吓起大意 小家伙的肚子也跟着叫起来 梅尔第一时间听见了 这才想起弗莱塔还没吃早餐 一起来就过来找姐姐了 皇女便提议两人可以在房间简单吃点 弗莱塔瞬间两眼放光 那我先去给兔兔喂吃的就回来 看着她离开后 皇女注意到了桌子上的异常 多了一本黑色封面的书 昨天带回来的书里没有这本 此时另一边大公的副官也发现了暴涌 和一旁的大公没有丝毫察觉 一直低着头若有所思 您和皇女交谈后就一直心事重重的 是有什么事情吗 虽然殿下的表情都差不多 但身为副官的我还是看出来了 难道是被皇女殿下训了一顿 大公确实很苦恼于皇女说的话 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周边国家联合都无法对抗 何况这可怕的力量出自于外甥女身上 皇女说时如此坚定 让人不可不信这荒谬的事情 于是决定再去找皇女了解一下 与此同时皇女也在莫名出现的书中 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为什么同样是姐姐 一个心如蛇蝎 一个却温柔善良 只想拯救被诅咒的妹妹 终于在一本从未见过的书中看到了信息 巴西尔是巨大的黑暗之蛇 拥有刀枪不露的钢铁灵铁 这些召唤兽都有严格的等级制度 维维安和卢卡的都是三四星的 就连皇帝都只是五星的狮子 六星的金龙将是自己的召唤兽 而巴西尔却是七星的 即使全力以赴都难以对付 这时书本不受控制开始翻页 伴随着黑色光芒而来的还有说话声 黑暗的蛇王即将醒来 世界终于要迎来末日 这声音皇女一直不曾忘记 那就是前世巴西尔的声音 皇女试图击碎书本 但是毫无效果 书中依然传来刺耳的声音 用诅咒和伤害来唤醒黑暗之王吧 随后一切又归于平静 皇女怀疑是有人故意用魔法写在书里的 看到作者是卡德尔 书中也提到了以诅咒和伤害来召唤 这也是弗莱塔经历的事情 也许这个作者知道什么 这时皇女才听见敲门声 外面喊着弗莱塔昏倒 皇女立马慌张地冲出去 却发现大家都担忧地看着自己 甚至大公都来了 皇女丝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刚刚大公准备出发时 听到了皇女公的心声 似乎是皇女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才冒着大雨迅速赶来的 发现卢卡一直在敲门 听说皇女半天都没出过门 而且从门外就感受到一股不祥的气息 可自己明明只是看了几页书 没想到竟然过去了半天时间 皇女本想把刚刚看到的事情隐瞒 但面对几个担心自己的人 隐瞒也许对他们也是一种伤害 于是皇女将事情都一一告知 就当大家提议要检查下那本书时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刚刚还在桌子上的书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皇女确信自己真的看过那本书 卢卡怀疑背后一定有很强大的魔法师 也许就是那本书的作者卡德尔 这个名字也让大公想起了一个传说 很久以前又有个非常厉害的魔法师 因为学习了错误的知识 最终堕落为黑魔法师 而那个人的名字正是卡德尔 一直困扰着姐妹二人的诅咒 终于有了突破口 虽然只是个遥远的传说 但大公坚信童话的来源都不是凭空捏造 肯定都有现实的依据在里面 皇女也认同只要有一点可能性 都要去调查清楚 不过只了解黑魔法师的名字 调查起来会十分困难 皇女却认为只要大家相互信任 就一定能克服困难 这话却让大公心生愧疚 对于皇女前几天说的话 她并没有完全相信 并且外甥女拥有如此大的黑暗力量 还是难以接受 不过经过这次的事件和皇女的态度 她的内心已经不再动摇 以后不管有什么事情 都别只想着要一个人承担 刚才在门外看到这种情况 我真的很担心 说完皇女害羞的抽回手 如果你那么担心的话 能否帮我一个忙 随后几人都坐在了庭院享用午餐 皇女害羞的解释 是为了分享之后的规划 弗莱塔和大公在一起也很放松 只要和皇女一起 无论什么理由我都感到荣幸 这时大公也注意到了一旁的骑士孔子 她是卢卡派来担任皇女的护卫 不过孔子特意强调自己是自愿的 一心干饭的弗莱塔 很快就吃完了午餐 想带着兔兔去花园里玩 可这里离本宫很近 皇女本不想答应 可面对妹妹哀求的小眼神 只能叮嘱她不要跑太远 与此同时皇帝与皇后也在饭后散步 皇后认为皇女很厉害不需要护卫 孔子应该派给薇薇安太队 皇帝却不满妻子的偏袒 并解释孔子是自愿给塞上当护卫的 这是草丛中突然团出一只小兔子 皇后正疑惑这里怎么会有小动物 弗莱塔就紧随其后出现了 在场的几人都是一愣 皇后愤怒地质问弗莱塔为何出现在这里 放后来寻找妹妹的皇女也愣住了 她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父母 下意识就将弗莱塔护到身后 让她先去找大公 看到弗莱塔走后试图转移话题 但皇后并不买账 依旧不依不饶地要一个回答 赛上你做任何事情都可以 但是那孩子不行 无论如何都不能靠近她 出生就被抛弃的小女孩 意外觉醒了邪恶的力量 被重生而来的姐姐偷偷收养 如今终于还是被父母发现了 没想到母亲那么歇斯底里的拒绝 皇女不理解明明什么也没做错的妹妹 要被大家如此对待 甚至还要将她赶出皇宫 如果非要有承担的人 那就是皇室错了 皇后还在试图解释弗莱塔 是不祥的的孩子 但皇女并不认同 就因为黑头发黑眼睛 就要排斥孩子 即使是因为嘴咒的传闻 也不能那么残忍地 对待一个八岁的小孩 站在一旁的皇帝 听后愤怒地盯着皇女 立刻回到你的宫去 皇女对父母的举动彻底寒了心 从前我一直以是皇族的一员 而感到骄傲 如今我不确定 是因为生来就有光的力量 才被宠爱 如果我是像弗莱塔那样的孩子 你们是否也会讨厌我 我会向你们证明 弗莱塔也是跟我一样平凡的孩子 随后不顾父母黑着的脸 依然地离去 穿过树林就看到一脸甘忧的两人 皇女有些甘大 他们一定听到了刚才的对话 之前承诺会让弗莱塔得到认可 看来是难以完成的事情 可看到大公才突然想起 为什么弗莱塔不在 与此同时 弗莱塔一个人走在林间 从姐姐那里跑出来后就迷路了 越想越伤心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甚至连回去的路都不认得 都怪自己执意要出来玩 才会害得姐姐被大吼 她伤心地看着狐狸的倒影 如果我不是这种头发或眼睛就好了 突然小兔子像敢知道什么似的 猛地跳出了弗莱塔的怀抱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道戏谑的声音 我说是谁发出那么难听的声音 原来是我们弗莱塔呀 弗莱塔害怕地朝薇薇安行礼 薇薇安思考着今天赛上没跟在身边 弗莱塔如果碰到皇帝 一定会受到惩罚 不过你到底撒了什么 叫让赛上那么袒护你 一定是把你当成宠物了吧 所以今天是被抛弃了吗 弗莱塔紧张地攥紧了裙子 不是你说的那样 赛上姐姐把我当成家人 请你不要说她的坏话 薇薇安没想到 平时怎么教训都不回嘴的女孩 竟然为了赛上顶嘴 伸手就想朝弗莱塔打去 不料小家伙脚下一滑 直直往湖里跌去 同样都是家人 一个逼妹妹离开皇宫 一个却一心袒护姐姐 即使面对曾经欺辱自己的人 弗莱塔还是勇敢地为姐姐说话 在薇薇安伸手时不慎跌入湖中 就在这时皇女一行人也赶到湖边 一眼就发现了在湖里挣扎的弗莱塔 皇女难以相信 姐姐竟然如此对待弗莱塔 薇薇安先是震惊随后大笑起来 这场面由谁看了都认为是我干的 但这次确实是她自己掉下去的 你一见到我就质问我在干什么 真是可歌可泣 你们还真是一家人 就跟小时候一样 你永远都是帮着外人 她在这里也得不到认可 你真在乎 不如带她离开埃兰托斯 皇女被薇薇安的话深深击中 晚上也一直在想着白天的话 原以为重生回来 做些什么就能改变家人的看法 可一切并不是这样顺利 突然窗户传来响动 走出去查看发现是大公 本以为她是担心弗莱塔才来的 没想到竟是为了自己 白天见皇女脸色不好 一直很担心 皇女也顺势坦白了心中的想法 我一直以为为了弗莱塔 我什么都可以 今天我一直在想薇薇安说的话 我想和弗莱塔幸福的生活 同时也想得到埃兰托斯的认可 这都只是我自己的想法而已 也许我需要换一个方向 我想和弗莱塔一起离开埃兰托斯 所以请你和我结婚吧 大公显然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 一时愣在原地 皇女误以为大公不情愿 努力地劝说 就算你不喜欢我也请考虑弗莱塔 皇帝会把她留在身边监视 所以她单独离开的可能性很低 如果我们结婚 弗莱塔也有借口正式离开 也是唯一的方法 这一切都是为了弗莱塔 也可以算作假结婚 听到是假的大公瞬间失望 但她心里也希望皇女能真正的幸福 不仅仅是因为弗莱塔就放弃自己的生活 埃兰托斯有你的家人 还有皇女所享有的权利 而且相比于埃兰托斯 斯拉坎并不和平 常年受到魔物的侵袭 人们每时每刻都处于备战状态 大公严肃地说着斯拉坎的威胁 皇女却笑